很容易聽到的就是做運動員 玩一下就可以 找不找到吃 自己一直在職業足球的這條路上 其實沒有為自己定一個什麼限期 我自己覺得職業足球就是屬於我的世界 上集就說了前港足隊長陳偉豪退役之後的生活 今集就看看現役職業足球員王浩賢 如何面對職業生涯中的逆境球 王浩賢Andy 6歲的時候 因為家人第一次接觸足球 自此外上踢球 讀書的時候接受訓練 由業餘踢區隊到香港代表隊青年軍 再轉打職業足球 效力過漁園和現在的香港U23 當時就是跟著漁園的足球隊 打上月組、甲組、再上超聯 在漁園的足球生涯中 球會順利升班 令Andy仍然第一份職業足球員合約 在之前業餘的話 都是一個星期一年 一次或者兩次 去到有一個職業的合約 就發現原來能夠再練多幾天球 能夠天天踢 自己都喜歡這一行的運動 所以就覺得何樂而不為 不過簽了合約不久 Andy就面對職業生涯第一場逆境波 令人最意外的是 在欠身情況下 Andy竟然續約 因為自己當時的經驗不多 自然未必說很容易地 可以轉換到其他職業球隊 因為可能沒有太多機會證明到自己 但自己都很想繼續珍惜這個平台 去考驗自己 甚至乎展現到自己的能力 給其他球隊去看 其實很矛盾 作為僱主 他現在可能沒有出糧 其實都會想 其實我不出糧 你們都會繼續踢 那我為何要給錢 你們呢 有些隊友已經有新的球會聯絡他們 有些都已經需要面對失業這個情況 我們俗語說 就叫做有班樂 自己都算是最遲的那幾個 因為現在效力的球隊 香港U23 自己當時也聯絡過主教練 就是張健鋒教練 他只是跟我說 我們暫時沒有運超齡球員的打算 其實那一刻都叫做失望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可能落甲組再去踢一年 希望可以一年後再重返港超作賽 我可能踢球 原來踢了一兩年 好像發了一場夢一樣 現實好像要將我從我的夢想裡面 拉出來 我真的要去做其他事情 去幫助自己的收入 那叫做 好像是第一次做一些自己 不是說 不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 就反而會有一種很掛著足球的感覺 輾轉之下 Andy加入香港U23 效力球會兩年 擔任隊長和中堅的角色 在教練和隊友眼中 Andy是個怎樣的人呢 認識足球員 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麼 都算是senior 也是隊長 他是一個很正確的 自己的中指握得很緊的時間 其實他幫助教練們做一些協調 或者管理的角色 就是看著一群年輕球員 他好像一個帶哥哥的角色 因為我第一天來這間球會的時候 什麼都不懂 他是不主動說 車馬可以一起進來 有時候輸球 踢到有些迷失 那時候他是第一個會出聲 叫起隊球 帶起隊球 上去我 上去我 雖然不再陷入失業的困境 但Andy說 單靠職業足球員的人工 其實並不足夠 球員待遇、晉升、前景 都相對被動 特別是辛酬方面 以我所知 香港本地球員最好的那一批 可能大概五萬以上 但去到現在 我想可能平均 我想有機會可能四萬 已經在本地球員裡面 已經算是高的收入 剛剛訓練完Andy 繼續趕去下一場 香港我覺得對於運動 其中一個最大的敵人 可能就是辛酬 很容易聽到的就是 做運動員 玩一下就可以 找不找到吃 多勞多得 去一些可能 頒其他工作 可以找到的收入 去平衡一下自己 追夢的任性 飯都未吃 就有另一個問題 需要解決 現在要找標位 練完科 今天就 已經算幸福了 有個空檔可以 等一等標位 希望拍得到 拍好車吃完飯 已經四點多 四點半至五點半 就會犯其中一份兼職 就是在YMCA九龍會所 教一些小朋友 踢球 希望用足球去改善他們的專注力 一個小時之後 Andy出來了 快手開車去哪裡呢 一會兒 六點半至八點 在馬鞍山 就有另一個足球班 我們現在在油麻地 所以就快點上車 準備講下一場 好 你們副方的冠軍賽 好 這裏三個 阿John 我找到阿John 那裏 我現在沒有舊 都有8.5 都還可以支持得住 那麼辛苦 其實是為了些甚麼呢 目前自己可能在職業足球方面 可能得到的薪金 其實不算太過富裕 希望可以透過一些 分一些兼職 可能教一下球 教一下不同的班 幫自己累積 多些不同的經驗 相信對自己日後 可能退役後的工作 或者一些方向都有幫助 除了穩食 從小踢球踢到大的Andy 看到踢球的小朋友 就好像看到小時候的自己 我覺得會有一個 培育一些 可能新的 即是可能足球員 其中一個可能一些 的使命感 即是會感受到 可能他們 踢球的時候 會覺得開心 但當他們掌握到 可能一些 基本的東西之後 對他們 可能在足球場上 能夠提高他們的參與度 自信心 我自己希望 自己能夠 透過自己的能力 或者自己的長處 可以幫助到他們 小時候的自己 是斯朗 小時候都是肥子 其他特質 你覺得是嗎 有啊 黑黑白白 如果將來的兒子 想做一個職業足球員 我相當贊成 當然我自己 從小到大都在香港 但是我都知道 作為一個足球員 他會大約的收入是怎樣 他的前景 或者之後會是怎樣 但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夢想 每一份職業 都會有一定的前途 因為 有一段 因為獻身的經歷 可能做 做保安的時候 其實保安的職責 不是說太多 可能暫立居多 我感覺 為什麼我現在做的事 是跟我喜歡的事 無關同樣的 所以 其實我想 假如真的退役的話 我想自己都會 從事足球有關 或者是運動有關的學業 很多朋友 可能都會踢一些業餘的比賽 或者有空約出來 他們有時候都會 繼續踢一下球 但都會視為興趣 又不一定說放棄足球 就等於是一條不正確的路 我自己覺得 大家都要為自己的人生 去做不同的打算 其實大家都在做不同的取捨 足球對我來說 是我的職業 是我的全部 自己一直在足球的這條路上 其實沒有為自己定一個什麼限期 其實以往 當我簽定第一份的職業足球合約的時候 其實當時都是想著踢到畢業就算了 但是當真的落到場 感受到職業足球 所給到我的一切 可以說 令到我找到一個人生的意義 在這的時候 自己都會很想能夠看到自己 可以踢到多遠就多遠 假如十年後真的要退役 我自己想能夠盡快有一個大的突破 因為叫做去其他球會 可能整體的實力會較高的時候 訓練質素都會比較強 希望能夠為自己帶來一些新的挑戰 從而令到自己可以進步 長遠的 即是叫做終極的目標 我作為香港人都會想代表香港的足球隊出外去比賽 即是希望能夠達成到自己這個 真是在足球上的夢想 如果想緊貼最新最齊的生活消費資訊 立刻下載etnet財經生活app 或者上etnet.com.hk看吧